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大虾炒白的怎么做 是先炒白的还是先炒大虾呀 今天车哥来教您 看见了吗 车哥在冰箱里边这虾放的挺长时间 两年前买的 个别的有的都黑头了 但是不想咱们制作 也不想咱们吃 咱们先从虾枪的位置 用剪刀给它剪一下 然后把它的胃囊取出来 来关键一点了 看见到吗 咱用手使劲这么捏一下 把虾头里边这个虾魂 虾膏都给它取出来 然后用剪刀把这个虾足 剪掉 这个虾须给它剪掉 虾头去了之后 有虾线的 咱们把虾线取出来 然后把大虾从中间片一条 看见了吗 一分两半这种状态 大白的咱们就要白的头啊 把这大白的中间撕一下就行 一分两半大的块 哎 这种大块 然后咱们把白的叶上用清水洗一下啊 别洗干净的 好 然后把它水分控制啊 溜头咱们准备点大虫花 还有姜丝 把锅溜透放一点食用油 下入大白去 把大白的先煸炒一下啊 炒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手勺的背部轻轻的磕打一下 这样白的叶它受热力度更好 咱们大白的叶一定要提前煸炒一下啊 把它里边的水气给它挥发掉 要不然咱们炒好的白的叶不仅呢不入味 而且还水尿巴汤的 哎看看朋友们 把白的炒至发粘的啊 炒塌了炒软了 哎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水分基本上都挥发掉了啊 然后咱们倒入漏炒里边备用 哎另起锅再加点食用油 然后放入姜丝和葱花 哎把料头先炒香啊 把葱姜味炒出来哎下锅炒个十多秒 这个锅咱们放入大虾 把虾尽量铺平啊让它受热均匀 看见了吗朋友们 下边稍稍有点泛红了哎咱们给它刷过来 再煎炒另一面 大家下锅煎炒二十四秒 煎至起卷了 咱们再放入大白色啊 然后最关键是啥呀哎咱们这个虾脑虾油哎都放里边 这可是灵魂啊哎然后咱们翻炒均匀 头是咱们放点精盐鸡精白糖 大虾下锅咱们炒过一分钟左右发现了吗 这锅边上哎剩点这个汤这都是虾魂里边的汤啊 然后啥呀咱们勾点这个芡汁啊 用湿淀粉加点水哎给它勾点芡 这样味道更饱满 出锅之前再放点食用油 增加香味和亮度 大虾炒白做好了待会儿看一看来 非常有食欲啊 尤其啥朋友们呢看见了吗这盘底甚至有汤 哎这有汤或者大米饭呢哎你就照顾 朋友们的成形了啊 咱们尝个大虾味啊 哎呦我虾肉特别嫩啊 哎呦这新鲜味老浓郁了 咱们尝尝大白一点呀 哎呦我天 这大白这也太好吃了 我们的这个人感觉啊 这大白这呀要比这虾仁要比这个虾肉还好吃 这你这大白老稀味的 本身这白菜叶啊 你无论是炒或者炖它都稀味 大白的叶把这虾的鲜香味都吸附里边的 这味道嘎嘎的一点毛没有 哎咱们大虾炒的时候为了不把皮直接剥掉这炒啊 因为这个虾皮它能有效的保护虾肉 这样你咱们炒完之后 这虾肉它不老吃的不紧不发财 特别嫩 嗯 如果相信虾仁哥的啊 在家里边你一定要这么做试一下 不口诗 你家虾仁哥这个批论局里边 你骂虾哥都是 太行了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大虾炒白菜能对你有帮助 千万别忘了给虾仁哥转发点赞加温柱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